三千能不能变七千啊 咱这灼焙上有两处小纹裂 倒脚的时候就看能不能倒下去了 开机 走 杭州的小冯找我订制人生的第一只镯子 她说 想要一只专属于我的镯子 从毛胚到打磨再到自己的手上 走吧 整版料 来 芝芝 你看版料吧 别看我了 芝芝 那你给我推荐吧 我心里 你们一聚集你信我 搞得我压力老大了 这个OK 性价比会高一点 这种好料子会不会的 应该是不便宜 但是我试一试 芝芝 看见你卖我那个小白条 都觉得你可善良了 五千块钱给你啊 三千 不行不行 很顺的一个数 就三千三就它了 就可以了 OK 谢谢 我想着你再不卖我 我就自己把板拿到了 三千能不能变七千啊 咱这灼焙上有两处小纹裂 倒脚的时候就看能不能倒下去了 开机 走 除了不习惑了 我给她录一个视频 小朋友你看 贵妃 莫兵 小亭卓一只 我刚刚压灯给你看过的 无温无裂 起娇起音 特别像蓝莓果凍 这一听啊 这是吃货的词 小冯也是个吃货 我俩落得可开心了 她说她想要攒一套属于自己的首饰 从这个贵妃卓开始 再到戒指 吊准 耳环 慢慢积攒属于自己人生的印记 你们发现了吗 女人的首饰啊 每一个都有故事 你的首饰背后承载了什么故事呢